上场的是霓虹杰 在《武林外传》 扮演柱无双 《爱情神话》里是什么 葛罗里亚是吧 两个敢爱敢恨 屡屡碰壁的角色 被霓虹杰饰演的入目三分 为什么呀 这么好 生活 结婚十年 离了 能演不好吗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今天我们给他五分钟 掌声有请霓虹杰 大家好 我是霓虹杰 感谢弹总给我的介绍 这真的是台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案 我之前呢 演了一部《爱情神话》 我的角色叫做 Gloria 对 很多女生是不是觉得她 有钱有闲 老公失踪 太幸福了 Viotlin哦 可惜 现实当中都是相反的 我们大部分人的情况是 没钱没闲 老公在家 这就是 爱情实话 那个时候啊 好像是有点小红 然后呢 大家就开始 八卦我的私生活 霓虹杰哦 已经离婚了 还有孩子了 其实这些也是 电影火了之后呢 才会有人在乎 在我成绩的那些年里 就算我主动向记者承认 他们也毫不关心 还跟我说 这点是你还跟我说 你连个好姐妹都没有吗 其实我刚离婚的那几年 就日子是不太好过 当时我身上还背着债务 经常是我就是拍了一天的戏 收工了 还有人来家门口追债 说起来其实挺惨 那现在回想起来 那段日子其实也没有那么痛苦 毕竟那是我一生当中 追我人最多的时候 那可都是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 天天堵我家门口 一堵就不走 还总是要我给一个承诺 就是可以说 当时我的状态是 没钱没闲 老公失踪 但是债主在家 不只是家庭啊 我的演艺道路也挺难走 哎呀 刚出道的时候呢 因为拍过内衣广告 所以呢 就经常只能接到一些 性感的角色 直到我接演了《武林外传》 很多人特地守在电视机前等我 他们看完剧之后 笑得真的很开心 但是还是投诉了我 说 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快乐 后来那个《武林外传》火了 但是我并没有选择 继续在最火的时候去演戏 哎呀 我还是去云南开了客栈 本来呢 我是想去享受生活的 结果呢 在同服客栈转的 都在那个客栈赔了 后来我仔细想一下 我跟住户双真的还挺像的 就是感情不顺 小心翼翼 最像的一点 哪个客栈都容不下我 连我自己开的都容不下 那后来 那我就回来拍戏了 我发现很多人 对影视剧的女性角色 有一种刻板的印象 不是缺爱的女强人 就是话多的母亲 之前拍戏 我的角色被分手了 导演说 你要哭 我说 哎 导演 就是这个时候 像我这种年纪呢 情绪更应该是可笑和无奈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不是每个女人 都会哭哭啼啼的 按我的个性 导演我跟你说 如果你想跟我分手的话 我不会拦着的呀 对吧 大家说再见 好聚好散 你说对吧导演 对吧导演 导演 对吧 最后导演被我说服了 下部戏还给我安排了 一个新角色 一个话多的母亲 就是爱情神话 让许多人重新认识了中年人的情感 也给了很多女性朋友自信 就是哪怕四十多岁 也可以像贝贝一样 洒脱自信 像李小姐一样 知性 优雅 像Gloria一样 性感 可爱 当然 也会给很多中年男性有幻觉 我离婚 我发福 我脱发 但我知道前面有霓虹姐 等着我再恋爱 其实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 我发现自己的择偶观也在发生变化 以前总想找一个事业有成的 可以依靠的 但我现在自己就挺靠得住的 所以我是找了一个 对我真心好的男朋友 之前我去兰州拍戏 他花三千块钱 给我买了一件冲锋衣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是我后来才知道 当时他手里总共才九千块钱 我心里就特别特别感动 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舍得给你花钱的男人 一般都不会太有钱 其实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用我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大家 对女人来说 就是事业和爱情 完全是能够一把抓的 好的爱情 不止不会影响工作 还会是工作的强心剂 所以呢我从来不担心是要抓事业 还是要抓爱情 那小朋友才做选择 我们成熟女性 通通都要 谢谢大家 我是宁洪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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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宫杰 怎么今天感觉 这都 这个词都谁写的 都很专对我 什么 我离婚 我发肤 我脱发的 这 什么玩意 什么呀 不要这样 我这是自己剃的 好吗 不是脱发 非常潇洒的 凌宫杰 但是 谈给爱 谈得也很成功 我觉得成功的标准 就是自己开心 就是成功 那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正炫 我感觉应该 挺多人不熟悉我 对吧 没想到 还这么热情 果然是 浩克山东啊 确实在很长的 一段时间里 大家都叫我 七位老公 因为 七位比较红嘛 去年 我参加节目之后 大家说 七位老公也开始红了 然后叫我 红七公 没想到 外国人 外国人也会讲 谐音梗 其实脱口秀呢 我看的挺多的 但自己讲是 第一次 有一点紧张 我不知道 看 看得出来不 还要用中文 我一开始就跟导演说 这个我 真的来不了 但导演说 反正我们要 请七位老公 你来不来都行 当时我就被说服了 很多人都好奇 我的中文是怎么练的 其实 我就是多跟七位聊天 刚认识的时候 我就每一天给他打电话 打四五个小时 他说中文 我说英文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 共同语言 现在 我们只要不在一起 每天还要打一个小时电话 一天不打 心里空唠唠的 没办法 中文 真是学武至今啊 除了多聊天 平时还会给他 制造一些小惊喜 有一次他生日 他出门工作去了 我就在镜子上写 Happy Birthday 我爱你 我还怕他不喜欢 我还用了他最喜欢的口红 他回来看到 骂了我一顿 用了他最喜欢的方言 你个呱呱子 其实我们也会吵架 很多夫妻吵架 通常是不了了之 怕像感情嘛 但我不这样 我觉得夫妻吵架 一定要把事情说明白 双方反而不会有抱怨 所以我们吵架 我一定要当天battle清楚 否则我睡不着 真的睡不着 睡客厅太难受了 当然我们不会什么事都吵架 比如我们就没有因为 过年的事情吵我架 从来没有说 今年去你家呀 明年去我家 因为我都是住他家 他妈妈也特别喜欢我 因为我打麻将老书给他 一开始是不会打金像书 偶尔赢一点 后来我终于学会了 就再也没有赢过 不改 有人说 我为家庭做了很大的牺牲 其实也没有输多少了 大家都知道 有一段时间 我是在家带我女儿Lucky的 带了有五年吧 从Opa变成奶爸 压力肯定有 但也还好 我去幼儿园开家帐会 大家都挺喜欢我 经常会跟你去妈妈姥姥 围成一圈 手牵手 做游戏 老师还特别热情 说来Lucky爸爸 举手 晃动 一起来 其实今天有这样的通过视频 不在现场是有一点 有那个距离感 我觉得朋友们 跟我一起举手 晃动 你们体会到我当时的尴尬了吗 其实我不觉得男人在家带孩子有什么不妥 这只是一个家庭的风格不同 谁做什么不重要 互相理解是最重要的 这么多年 七位一直非常理解我 她说是因为 我爸家里照顾得很好 他才能安心在外面工作 他说出这句话 我也能继续安心大麻将了 开玩笑了 其实那几年 我有做生意了 七位是成都人嘛 他也非常爱吃串串 我就开了几家串串店 生意也非常好 七位来了 都要派对 我就跟七位说 老婆 我再开一家专门给你吃 看得出来 我是正当过老板的 灰花饼 豆花老婆饼 去年哥哥那个节目组来找我的时候 我还犹豫要不要去 他说你一定要去 早日复共复产 他还亲自帮我选歌 选了那首天上飞 表演效果也很好 网友们也很喜欢 说我是斯文败类 还说终于体验到了七位的快乐 我想说 七位的快乐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你们只是看过我唱歌 你们都没有看过我 拖地呢 现在我的工作也多起来了 但我不会借那种长时间在外的工作 我还是想多一点陪伴他们 现在我二宝也很快就出来了 真的很期待 每天一收工我就急着回家 朋友刚想 叫我 他皮就吃嘎了 一转身 我忍就不见了 怎么说呢 哦 gembela bej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